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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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回前一次跑这个路程 跑到第四 全程三踏的 克服不了外档 不要说省 舍小步 随时的第三都在道 相比走市的脚程 真是比头三名差太远了 那场赛事赢的就是刚刚三级赛的盟主 羽龙共舞 威胁不到前面就无话可说 但只要舍小一点 这一只第三和翠鱼绝对有价格 这次回来1650米 是他最首班的路程 亦都是贵来表现成绩是很好的一个路程 执回档位又算不差 有些分头不妨想一想这只脑门 义血斗士上来再跑 也不怕 因为比亚路的马很新强看见 爸爸当年都是两岁赢三冠王 所以体格应该很健壮 看看上一次三班什么顶绑 他依然都很好表现 因为早段他跟在前面位置 这些步速也挺快 但是他背着重磅 他现在是输给一只神州宝区 那晚苏迪雄很厉害 结果顶到最后一步才输 我觉得演出不错 因为这批马今季都大爆发 来到四圈四匹 上一次背着重磅 今次加了分之后 就不能再跑三班了 上来挑战二班赛 不过看这些组马 其实有盛大光辉 黄金甲 甚至上头这些是二班快开的马 二三班快开的马 所以如果放头摆在前面 未必倒以血斗士 不过如果你记得这些马 跑法的话 季初是留着跑短是最劲的 只不过去到谷草之后 慢慢就买入进步 学到东西 推前一点 一样交到表现 我自己喜欢这批马 早段有些遮挡 留着爆的末段更加之好 所以今次有这么多贩马 这些场 田泰安美希望有机会做到 看看这批马 仍然高东来欠冠军 这些有多少 用多少 再扫出来 希望田泰安近排王 就帮这只人马破一破数据 因为田泰安旗这只马 就没聪明过 希望接着 乘着这个势 就有些突破 同样我选出一只要转人的 就是绿色有运 其实看回他上场赛事 莫雷拉真是神一般的发挥 如果我跟你说 他今场赛事 跟你说一档 可能你都相信 但其实他七档 一早出了闸就贴到栏 挺漂亮的 全程有遮挡 真是黄金包商位 路上都不用找位 督令红色走开 不过一句 就穿出来赢了 赢得精算齐同 都是这个三班 就在1650米 很中间的分子 但其实他背着顶帮 赢得上来 我觉得他还有一些在手 虽然今场赛事 莫雷拉可能答应了一只 可能智宝跑那只 转了个何敏连 但正如阿佳刚才说 今场赛事有些 马在前面走的 他正正需要一些 有些捕捉的马 他都需要有遮挡 今次赛事 整个三档 他很大机会都是贴难 有遮挡 对于何敏连的发挥 有帮助 再看回这只马 贵出是90分 在二班 赢得起年彩升 现在是86分 还有滴那么多水位 方家柏 刚才我们说 显心升 达心升之前那些跑都很不转 不转程都继续有表情 有表现 这只马也是 刚刚升聖鱼谷出了你 继续升班也是跑了你 不转程之下 继续有这个何敏连 帮他手 抹起上来 希望他博得近 他又次交了好表现 是的 其实说到绿色有运 赛事实上 即使换了人 也都是维持得很好 但莫雷拉就不跑一只五 就跑一只八 海伦之宝 究竟海伦之宝有机会呢 志在四方都可以同场看 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说分析这场 我觉得这场很乱 选哪一只你都会怀疑自己 我应不应该选他行头好 应不应该选他选好 不如既然是这样 相信莫雷拉 因为其实前仗他增程 就跳程跑一场千八 其实那场赛事他追很多 不过追着追着 开运的大道自制 追得更厉害 那场赛事 就掃了其他马 就拿到那场的头马 要想回海伦之宝 如果你放行头 或者四选之一的时候 今场的投卷阻力会如何 因为今场这只马 又要转程 莫雷拉 就选择这只马 可能会给大家 信心的一票 但是今场赛事 如果步速形势上 可以选择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同场快马 都有些正常的步速 那看看莫雷拉 今次是否选择 好像莫雷拉 这场都挺混乱的场合 那匹马都念念不忘 志在四方 其实贵初一出演赢了 世纪好 不过之后这只马 有些健康有事 但是这匹是伟达的 挂香马 真而重之 今次被苏迪雄自己一手操好 苏迪雄都快挂香 看看在季尾阶段 会不会亏一亏 这只马 有质素马 如果跑出水浸 初跑谷草 可能有惊喜 冷碗不防也拖 今场的研究人 休息一会 回来看第八场 Zither Harp